这一段关心蔡政府宣示 2025年飞和家园 甚至设定了绿电要达到20%的目标 面对立委的质询 届时能否兑现呢 经济部长王美花则是已都回复说 会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不过根据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指出 经济部能源局最新的评估 2025年再生能源的发展量 量能比为15.27% 这是官方资料 首度承认绿电无法达到两成 有看到这个数字吗 2025年再生的能源占比的目标是20% 不过官方的资料首度呈现 绿电无法达到两成 这样子不是就2025年不可能飞和家园吗 然后国民党立委曾明宗他就说了 蔡政府不再欺骗企业胡弄国人 2025年的飞和家园目标 根本是达不到啊 还呼吁民进党不要再装睡装醒了 国民党立委侯孟凯痛批 民进党的执政能源局坦承 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量比无法达到20% 蔡政府当初信誓旦旦说好的承诺 如今看来形同政策跳票了 好 继续在关心 其实这个2025年飞和家园 大家都是非常关心当初的重启核四案 民进党就是拿着2025年飞和家园来讲 不过这件事情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当初民进党飞和家园说2025年可以飞和 但是现在官方的这张图就认了 2025年绿电不到两成 其实真的很夸张 好 继续在关心 国营事业地方建商大手笔的捐助 改造寿山动物园高雄市的独特炼金术 蓝军执疑说透过捐款的形式 回避议会的监督 游走在灰色地带 要求监验进入调查 中港董事长赵绍康更是执疑 建商申请建造是要通过市府 彼此有利害关系 建商被乐捐不就是借着世界端 公然的勒索吗 更狠酸陈其迈又不是乞丐 要到处要钱呢 剧长陈其迈一纸公文 轻易目得寿山动物园改建所需的 五亿经费 独特的炼金术 让蓝银其他县市好羡慕 连监察院也质疑 是有走在灰色空间的另类政治现金 应该要介入调查 他把国营事业当法律事业 把这些国营事业当他的小金库 高雄市府跳过公务预算编列 回避公债法不受议会监督 更夸张的是台电中油 负债还大举捐献 难道是小英爱将陈其迈借事勒索吗 蓝伟将在立院总预算 朝野协商提出主决议 要求国营事业各县市的牧林经费 必须要有统一标准 建商要申请一个建造 要经过市政府公务局 建商pass了 早一天晚一天都差很多的 政府不能够跟民众这样去要钱 这不可以的 这就是借事借端嘛 这是勒索嘛 高雄市政府是带头违法 以公益之名 行压榨之事 充满灰色空间的另类政治现金 有必要摊在阳光下解释 记者综合报导